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姓男子说无信小开跟应召业者合作不愉快 被提出团队找他诉苦 他还帮兄弟出气打应召业者 业者跟他求偿20万 他去找小开要 小开说没有钱上演假掳人 双方在5月时跟小开妈妈拿20万赎金付钱 但事隔1月小开突然报案 说曾姓男子掳走他带往山区 曾男才指出根本是配合演戏骗钱 民众在上个月底因为在乎问题 招人强制带走 那伤害后约定地点交付账款20万元 曾姓男子说他家宴戏路走小开后 将人带到汽车旅馆内 对方还呼呼大睡 双方在假辱人后干亲还不错 只称对方骗自己妈妈 到底真相如何 现在警方都还要调查 三选王少宇股不先 台南报道